各位好 上一次呢 我和大家分享 琼花会馆 永春泉 的内容 那 之后呢 有永春泉的朋友问我 可不可以多分享一些 这个 琼花 会馆时代 永春泉的内容 那 今天呢我就 和大家分享 多一些 不过呢 今天呢我要 和大家说 你当我 这个视频 就好像在大学里面 在讲 这个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 的课 当它是一个在 这个 讲这个中华文化 的课 不要当它是说这个永春泉啊 它是这个 武馆里面的永春泉 那类东西 因为我 喜欢说的是 中华文化 永春泉文化 而不是 门户 这个门 这个戏之类之类之类 或是谁是永春王 或是谁是 什么什么什么 我不喜欢那个东西 我喜欢做学问 我喜欢 把这个文化描述给大家 介绍给大家 介绍给大家 让大家知道是什么回事 那 仅此 以文化的角度来看 那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话 是 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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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现在你看那个 电影上面这个 一代宗师 大家都会背的 你看在网上 大家都背的 功夫两个字 一痕一疏 这个 对的站着 错的 躺下 对的才有资格 说话 这些之类的 事实上这个 和我们古代的文化是相差很远的 古代如果要谈到功夫 功夫是什么 功夫是 梦里寻他千百度 木然回首 他人就在 灯火燃山处 那个叫功夫 那个叫功夫 或者是我们这个 引用这个七七光 明朝七七光写的 这个 这个 赢富 牙签满 心寒 宝剑横 封喉非我意 但愿海波平 所以 古人在做 学问做功夫 就是 就是 就是这样 梦里 其 Ford 封他千百度 分尽 沈 天哪里 天哪里 也就在 天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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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界 你就没有那个见地 你没有那个见地,你就没有那个阁级 所以比如我们的这个七级光将军 或者是这个新七级 如果没有那个功夫,你没有他那种见地 那和现在说的功夫两个字,一横一束 对的站着,错的躺下来 站着才有资格说话 那差太远太远了 所以你要说中国文化 中国这个武功文化 七级光 迎户牙迁满 那种学习的态度 那种做学问的态度 那种认真的态度 那是差很远的 而且你看七级光说什么 风猴飞我意 但愿海波停 不是说站着才有资格说话 所以这个文化差距是相当相当大的 所以第一我们要知道说这个 古代的中华文化是什么一回事 古代的传武文化是什么一回事 好 那接下来 我就用一段 穷花会馆永春泉小恋头的一段 来和大家这个说一说 穷花会馆的小恋头 恋是练习的恋 不是今天的小念头 上次我说过了 穷花会馆时代 是反性复明 李文茂 那个时代 的那个 红传 那个时代的小念头和今天的这个小念头 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今天的小念头是出自于这个1870年那个时候到现在 那1870年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穷花会馆了 那个时候有吉庆公所 你就是在八合会馆之前 那个已经是 投青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小念头念就是这个 这个 心念那个念 那差很远的 不同的东西 好 这个穷花会馆的小念头 它是一套很长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套路 这套路呢 它就分了四段 第一段是讲 深宫 第二段 是讲近距离的短打 这个距离的短打 这个距离的短打 第三段就是贴上去的 这个距离的短打 第四段 就是从这个地方怎么样进入到这个距离 分四段 分四段 那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第一段 里面的第一节 第一段里面的第一节 那上次我已经说过了 这个小念头的基础 就是要你要弃成丹田 可以这个顺呼吸 可以逆呼吸 那个是一定要达到的 你没有办法达到那个 根本就不可以 第一节都不可以练的 OK 好 我先给大家看这个第一节 然后把它分析给大家 给大家看 那这个轻松的来来来来来来听我说 来看我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给大家这个分享 那只是 你知道之后以后不要去学 然后呢变成这个东方不败好不好 因为淡绝 淡绝就是男人严女人嘛 对不对 古代就是 那里有女人严女人的 都是男人严女人才叫淡绝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淡绝的功夫 那你如果真的学了 你变这个东方不败 那就 那你就不要不要不要来怪我 好 跟大家开玩笑了 因为这东西不要不要用那种 好像很有压力来听这个东西 那这第一段是怎么样的呢 第一段就是这个 这个是第一段 那你看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玩的 就是这几下 有什么神奇之处 那我分析给大家看 看了 你才会看到 知道它里面 当我们说中华 传武 博大精神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 OK 只是不要爱上它 爱上它就好像我很惨 一爱爱它五十年 在这个拳绝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这个 穷华会馆小念头 在这个小念头节 在这个小念头节它开始的时候 它有说一个东西 它说双手前起分阴阳 双手前起分阴阳 那是什么意思呢 古代啊 我们的人身体 不是好像今天这样子 这个已经很阳化的 古代呢 身体 这个叫做阴面 阴面 这叫阳面 这个叫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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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跟着来的就是 你的 少阴 竹少阴经 竹少阳经 守三阴 守这个 三阳 所以这个 竹 sorry 竹三阴 竹三阳 守三阴 守三阳 然后还有它的 经别 它的经 刚才那个经 就是好像那个 经经 就好像气走的 那个经 现在说是经 就是你的肌肉 筋骨 那个经 就是这个 所以古人呢 他就把身体 把这个手 这个阴阳 这个是他们用来 当标准 说一个体位 那些的标准 所以这个小练头节 他开始的时候 他就说了 双手前脊 分阴阳 分阴阳 那就是要告诉我们说 你在做这个动作 在练这个招数 你要知道 它的阴阳 所以我们刚才说 这个第一节 第一段第一节 这个 你看 这个 它叫做 这手边处横立镜 这个边处 它是什么边处呢 它是半阴阳 这个是阴 这个是阳 这个边处去 它是采取半阴阳 半阴阳的这个路线 半阴阳的路线 边处横边 半阴阳的路线 好 这个半阴阳的路线之后呢 它来一个拧 它来一个拧 这个不是在这个转 这个不是在打转 它是在拧 你看到我手是有向前向后的 它有这个拧 它这个圈的拧 这个半阴阳出去之后 它就是拧了 就是画圈的这个拧了 画圈的这个拧 拧 是和刚才半阴阳那个不同了 对不对 是拧 拧转 那个拧 对不对 好 不是画圈 它是拧 它就是有这个拧出去 回来 这个 好 它拧完之后 它就回去 竖的 这个时候 这是阳 这是阴 阳 这个是竖的 然后这个就是 说起来的时候 是阳 出去的时候 是阴 所以它是 这样子 树的时候 它是阳 和阴 所以和刚才那个半阴阳和这个拧 不同了 然后呢 它又变成 树的半阴阳 哦 这半阴阳 然后呢 它又变成 横的 这个 阴和阳 然后呢 它就 描 这个手指 所以它里面 你看它包括了 树的 这个横的 树的 拧的 然后手指的拧的 然后由这个树 变横的 它把这个东西 包含在内了 如果今天你说 做一个这个机械人 这个 这个 它的这个 运动的 的这个方位 它把这个包含住了 哦 所以这个手法 它包含住 几个方位的移动 哦 几个方位的移动 横的 拧 转的 竖的 啊 竖的 这样子竖的 然后呢 半阴阳的 存阴存阳的 然后拧的 这个是用手指拧的了 它就包含这个东西 所以它是整个东西 练了它整个这个 不同的角度的变化 好 在这个表 这个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后 不同的角度变化之后 你也许问我 那这个招数怎么样 事实上那些招数 是在表面东西 等下我才跟你说 这个拧 不同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横啊 竖啊 拧啊 这些手指 要拧一个东西 所以在小念头 诀 他也说了 通关开窍 有七功 只是上乘法 只是上乘法 通关开窍 有七功 那今天我们讲 什么叫做观 什么叫通关 关其实就是关节 关节就是 从 这个指尖 这个小节 到脚底 所以呢 这个 琼花小念头 它是 要训练 从这个大的节 和小的节 那这个节 就是这个关 这个关 通关的意思是说 它要连贯 整个串起来 那个叫通关 好 在这个地方 大家要小心一个事情 比如我刚才 我的手 这个手被编出 横立镜 这个边出去 你不要注意看 我这个手 你要注意看 我这个肩 这个边出去 和在这个你 所用的镜 都是叫做 通背镜 什么叫通背镜 就是我的这个手 这只手的这个指 这个指尖 通到我的 这个 这个是右手 通到我左边的背 不是 站在那边 在动这个 或者是用这个肩膀在动 或者是用这个 轴在动 不是 是通背 你看我 我做大动作给你看 你看我的手一出去 编出去 它通到这个地方去的 那你问我 为什么要通背 为什么不能做这样 好像一般就念了 这样坐着 坐着这个站着 然后呢 你站了一个马 一个架构 这样子 要通背 就是因为 他要 连接前身的关 到地上去 只要一通背 这个力 是从哪里来 从脚 右手的力 右手的力 是从左脚 所谓 我们这个 张三峰太极前 这论说的 齐根在脚 足宅以腰 发以腿 行以手指 他就是这个回事来的 所以他要通背 然后到发这个力的时候 是 这个体重往下 往下去 在这个脚 移到这个脚的时候 左右这样子摆 摆到脚的时候 它这个劲发出去了 体重下去 那个劲就打起来了 这个叫做力 从力起 好 所以这个是通背 所以他说通关 通关 就是这个东西 要通到背去 这个很重要 不然的话 你没有这个活的整体静 比如说 我站一个马步 比如说架构也好 什么也好 我做这个 白手 这边手 我只有这个 在这个 这个肩膀用力 或这个 这个 肘用力 只要他不通背 只要他不通背 他就会 上身 不接下身 只要他通背 他自然就接下去了 所以 这个通背 很重要 那这个通背 和刚才这些手法 哪里来的 二媒十二庄来的 所以要在练 这个东西的时候 要 知道心法 心法是什么 前身不可着力量 因为你任何一个节 比如说 我把我的力 放在我的这个肩 用这个肩膀用力 我一旦肩膀用力 我的观 就不通了 观就死在这个地方了 任何一个地方 用力 就死 卡在那个地方 不是前身正静了 整体的静了 所以他说 前身不能着力量 你才能练这个东西 当你练到这个的时候 前身不可着力量的时候 上次我说了 你要这个 一刃自然顺 气脉 你的呼吸 你的七成丹田 那个是要跟着来的 然后最后一句 他说什么 细微小智 妙解方 就是你在练的时候 你每一个关节 你要很细细的去品尝它 品尝它 那你才知道说 你用力正不正确 或者是 你的那个关 你的那个节 那个贯穿断了 你才知道 更上一层的 你知道你的 这个脉走 脉流 这个十二经脉 比如说 我这个打一个标子 我打这个标子是 在我吐气的时候 顺着我这个 这个手三阴经 手三阴经 这样子流出去的 我的静和我的气 是这样流出去的 你要 有那个 细细的去品味它 所以说什么呢 全身不可着力量 你着力量就完蛋了 这个一刃自然 顺气脉 你要顺着它走 第三就是要 细微小智 妙解方 把每一个小的地方 弄清楚 这三个就是心法 刚才说的这个 通辈这些都是功法 所以如果说 我不知道有通辈那件事情 我这个 一样化糊涂 大家都好像是一样 是像插横眼的 所以古代 你是不是 入世子弟 就那一点 通不通辈 不点破 你念它三十年 你永远 抵不上你的 才生出来 这个 比你年轻 二十岁的 小师弟 就是那一点 所以说到这个地方 上次我不说吗 你这个进发出去 你要有这个 先产生那个动量 在这个 琼琼华卫馆小面头 它有三种动量 第一种动量 就是 伸缩的 冲进去的动量 好像上次说的 缩 然后伸 因为你要入身 你要很快 力量很大的 第二 在短距离的时候 你要有这个弹斗 上次说了 这个弹斗 这个动量的产生 那 我们刚才说 这个是左右 摆弹的 是左右摆弹的 是哪里用呢 这个就在贴身的时候用了 打一边 一边是空的 转一边 另外一边打了 左右打 所以好像人家说 好像长三蛇 你打一边 你打他一边 他另外一边打你 他的发力 关键点就是在这个 这个通关之后 很自然的 七根在一脚 发与腿 主宰也要行与走子 就在这个转 所以他有这个 这样子发法的 这样子发法的 他也有 这样子发法的 他也有 这样子发法的 他有三种不同的 动量的产生 发那种静 那这个当然就是 你可以说是比较长的静 这个是忠诚的静 这样的静 你在这靠近的时候 没办法用 那你要在这个地方用 你就要用这个悬摆的静 就是在第一节 第一端的第一节 刚才那一节已经在那里练了 OK 好那大家说 哦这个那手法怎么样 编手 那只是说给大家 听几个 比如这个编 大家都知道这个编手 这个编手 这个手法 那如果这个手法 有这个编的手法 你没有刚才这个通关 通背 七根在脚 主宰 以腰 发自以腿 行一手指 那个办法 你的那个手是没用的 那不过就是 行事而已 而且它断了 你也不会知道 因为 你的身体根本就不是不通的 不通关的 所以那个边 弦的 这个就是脱手嘛 这就是勾手嘛 这个手叫做抽手 抽手就好比说 好比说它打来 这样子看比较好 它打来 这个叫抽手 这个抽手 这个就是抽手 你打来 它是用这个抽你 接你 注意啊 这叫接 再来 留气送 留就是接 接住你 这个常来短期 常来短接 灌入身 常来短接 接进去了 这个接之后 这抽手 抽接之后 马上 这个就是标指手 接了就是标 要小心 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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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丢出去的 到的时候 才 把这个 进 运进去 叉子 是 这个 用力紧张了 这样叉 那个叫做 叉子 标指 就是这样子标进去的 随着它 随着它 到那边才标 标 标你可以直标 你可以横标 那个就是你到了 才用力的 那 标指一般用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不是那种长城的差 那另外一个就是可以说的是你看我这个和这个嘛这个和这个差 这个叫做千金罪 这个叫做千金罪 他的手在那个地方千金罪就是用那个这个就是千金罪 官翘在这个你的这个 这个 你走一坠下来整个坠下来这个大拇指一定要往上去大拇指不可以往下往下你手中了 所以念着它的时候 念着它一坠 大拇指还上的你一拉下去就好像现在人家说什么 很快的 然后可以打 这个在这个地方藏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 这个手这样子叫做五指苗太极 这五指苗太极 其实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的 这个叫勾 这叫勾 这个叫勾 这个取眼 这个是 处境 用大拇指的 然后再换成 这个 凤眼的这个 所以它是 它一个苗太极它有这么多手法 这手法什么用 贴身短打我贴住了 这个 比如说这个这个脚 贴住它 脚的手贴住它 身的手贴住它上师已经说了这两个手 我这个手 要打的 我就有这么多的 工具在这个地方 怎么用我不教你 因为那个东西不在这个换围之内 OK 所以这个 就是 琼华卫馆小链头 第1段第1节 第2节 的东西 它就有这么多的这个内容在里面 那 所以刚才我不是说吗 古人的功夫是 梦里寻他千百度 梦然回首 他人就在灯火阑山处 古代 不会好像今天我跟你说 半阴阳的 纯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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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拧的 竖 半阴阳变恒的 全阴阳 五指描太极每一个手法 以前 古代就是说 包括我 包括我 师父就说 这个东西你去练 一边又一边 一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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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重复了之后 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吗 那真的是要 梦里寻他千百度 梦然回首 他人就在灯火阑山处 你要到那个地方 才叫做什么 才叫做 残破 那你就知道了 那今天我和你们说了这些 不算你的 为什么不算你的 因为那东西是我的不是你的 你没有经过那个 就好像没有经过这个 七七光所说的 云护牙迁满 你没有经过那个 你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 所以 你 从今天这个你可以看到说 什么叫做 中华传武的博大精神 中华传武的博大精神 他是内容里面更有内容 尤其 尤其小链头 小链头自古传说 它是要点点清 点中有点 点中有点 每一点要很清楚 刚才我跟你说的 这个东西就是每一点 每一点 每一点 每一点中有每一点的变化 所以比如说 所以比如说 在这个第一节里面 他说 手背边处横立镜 神迹直爪秀底旁 玄灰自然 顺气脉 那你就要练 一直练 每天晚上真的是这个梦里 寻他千百度 依照那个东西练到你的手这个东西出来 那这个里面不是说吗 全觉是说吗 这个 神迹 神迹直爪秀底旁 秀底旁是这个地方 这个秀底旁 就是永春的斗镜 斗镜 这永春的斗镜呢 是身体的宁静之后 刚才那个通关那个左右这个坛 这个摆坛的之后加上去 这个东西叫秀底镜 后来这个秀底镜 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变成什么 热智冲锤 你看他那个整套 琼花绘馆的小链头 整套 其中没有一个热智冲锤的 都是用掌 用纸 不用这个热智冲锤 因为他整个东西要用 这个镜要灌手指 好这个就给大家一个了解一个欣赏 真的要练这么多东西吗 现在的人好像是不可能这样子再练下去了 因为这个东西 没有那种打打杀杀 谁是 最大高手 这个 练权就是要实战 没有那种心态 而是要了解他每一个细节的心态 那这个要磨啊磨啊 慢火这样子 去煮出来 去练出来的 所以你看这个是琼花绘馆时代的 等到这个 极庆时代 分了三套钱 你看今天的小链头 和这个琼花时代 就差很多了 在身体的操作上 比如一个很 大家都可以看到的话 这个五指苗太极 现在你看很多人都做这个 你看这个 蛇鹤永春啊他也做这个 你看这个 晚齐山永春啊 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 这个 晚齐山 永春啊这个好像 省能 这个老师啊 他表演的上一代的 他有这个 可是他的这个 整个五指苗太极 因为他们是依照这个大发面景 传给冯秀卿的 到现在 无论是 无论是洪秀卿这一戏或者是这个 舍鹤永春 这一戏的 以那个舍鹤永春 门 密 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东西 大概就是这个 этом 穷花会馆的东西 可是他的级 细节 已经没有了 所以现在的永春你看他是站着那边打,他不讲这个通,这个通背 所以他是夹着这个,好像一个架子,或是用这个太极拳的说法 说这个是一个装,然后呢,这个他摆动这个手 他不是,你看 注意看我的右边的这个肩膀,他不是通背那种练出来的 所以他就插那个,所以形式上你可以看到,比如说五指苗太极 现在的这个永春,极庆永春传下来的,都有这个影子 可是他已经不是那个穷华会馆那个细腻那种内容了 那你看他这个练小念头,还有这个,上次我就说了这个 还有这个,你们也会看到很多,对不对 这些,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穷花的影子,可是他已经没有穷花的那种内容 那今天我这个说不是说谁高谁低,又要来那个 走江湖,这个武林,这个又高又低,我不是这样 我是说整个东西的演化变成什么一回事 所以好像 两三年前,徐晓东说,永春圈没有这个胜利 只是在这个打 那是因为他不懂得中华文化,中华历史 他不懂得传文 这个就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啊 所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蓝山处那一种的用功,那一种的这个 这个这个耐 这个韧度 所以我一直说 你看连七季光他都说什么 银护牙迁满 心狠宝剑横 心狠宝剑横 风猴飞我意 三年海波平 大家去查那个是什么意思 古人用功,那个态度就是这样子 不是今天 我学了 几手 我这个手,那个手 然后有这个手,破那个手 不是这么回事的 那你好像全花永春 的这个,第一个 这个伸缩的这个镜 打进去胜利的镜 第二个这个谈斗的镜 第三是左右宣坛的镜 这谈斗是竖的 这个 是左右 是横的 但它横,它又不是一定这样横 它横里面它就一定要有一个凝 它有一个凝转 它不是只是这样横,这样很没力的 它有一个凝 所以它不是说一定要转一个圈啊 它是摆一摆手啊 不是这样,它整个通出去 它整个要通出去 所以这个就是以前和现在的不同 然后有朋友问我说这个 那个时候的这个琼琼会馆的,因为是女人权嘛 那他,我一直说他有他的行礼 是女人权,代表反清复明的女人权 那大家说那怎么做 那第一个女人权就是要行万福礼 万福 就变成女神了 反清 复明 五湖四海 十指连心,还我和山 然后 收钱的时候 就是剑子旁轴成英雄 西班的 花旦女生 所以我说 练了这个东西 那你好像比如你练这个编 这个 所谓编处横力镜 这个编不是直接这样编出去 不是这样编出去 是要什么呢 一走还修 有点 有点蛇的味道,不是这样直直走出去的,一走还修 那种味道 就好像古代女神这样子,很很这个 很矜持那种 所以叫拟人权,拟人权 那就是这么回事啊 刚刚 就像我说过了 我说过来 小绿扑 有点 有点